來吧 阿寶 堅哥 等了很久嗎? 不是, 來了這裡一會而已 你要夾槍, 幫你救好了 現在的威力很厲害, 包你過癮 等等, 阿寶, 你自己玩著槍 我聽完電話才回來收錢 好 好嗎? 是… 阿寶, 今天叫我出來, 有甚麼玩? 有些新玩具要讓你看看 是甚麼? 槍?是誰找回來的? 我找朋友買的 不如找個地方試槍吧 你不是那麼生日不生膽 你是BB彈槍, 不是真槍 你嚇死我嗎? 開槍傷到人 我明白的, 這件事我不做的 沒問題… 我們是良好市民, 我們玩的BB彈槍 良好市民,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 解釋一下給你知道甚麼是BB彈槍 識除你的疑慮, 好嗎? 都…好…那去哪裡嘗嘗? 那邊… 還幫我進好子彈 我好像聽人家說過 香港玩槍要拿牌 尖頭仔, 你又來了 我說過很多次 這枝是BB彈槍,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知道, 知道 行…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否能打穿了 不是, 那個個個個的 甚麼都來 是吧 是吧 剛才你買槍來幹甚麼? 打磁箱 打磁箱的槍當然要夠力才行 試試打得穿打,是不是很痛? 你打磁箱會穿裝備的 沒那麼容易受傷,你也試試吧 別再指著我,行不行? 好可怕 哇 來吧 不如找其他戲打吧 這個寶, 怎麼不見了? 阿俊, 不是想走的錢吧 打人了 健哥, 你沒事吧? 阿寶, 你… 不…他… 是他 你認識他的嗎? 認識, 他賣戰槍給我的 尖頭仔, 原來是你開槍打我的 你就是你也不要用這把槍 我超過兩招耳的 我沒心意, 怎麼知道你走過 我跟你說 你以後不用再指望見我的女兒, Toby 你… 沒事… 沒事? 快點叫白車吧, 很痛 好… 影片片段中, 這三個人 除了觸犯法例 還弄得公園, 整地都是BB蛋 這樣很容易會 afect人 根據香港的法例 任何人, 沒合理解釋 疏忽地發射氣槍 而對任何人, 構成危險又或者繁衝 可以被判罰款港幣500元 和監禁三個月 如果使用氣槍時, 傷及他人 更可能会触犯普通袭击 又或者伤人等罪行 另外法例亦都定明 任何可发射子弹又或者投射物 而窗口能量超过两招二的气窗 都算是窗械的一种 除非持有相关的牌照 如果不是 任何人是不可以管有窗械又或者弹药的 那怎样才可以既安全 又合法使用窗械进行射击呢 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公余的时间可以在太子警察体育游乐会的射击会练枪 一般市民想拥有枪械都很困难的 那是不是加入了射击会之后 就可以将枪放在家里 当然不行了 其实香港有严格的枪械管制 根据法例 除了要去警察牌照货领取牌照之外 射击选手使用的枪械只限于比赛 他们需要定时向警方的枪械牌照组更新牌照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有关枪械牌照的申请 可以浏览香港警务署的网页 根据火器及弹药条例 任何人未持有枪械或弹药管有牌照 或经营人牌照 而管有这些枪械或弹药的话 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 可以判处罚款十万元 及监禁十四年 射击真的可以训练我们的内力和专注力 如果有兴趣的市民 不妨考虑参与各大射击会的训练课程 挑战一下自己的眼界 但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枪械 或改装器春 香港地小人多 除了一些特定的私人地方之外 其实在公众地方真的不适合进行BB弹枪战 因为这样做是很容易伤及途人 而围下来的BB弹更加会成为垃圾 从而触犯法例